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你的职业 那么这个职业就是救死扶上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天使的温柔 讲述居民故事品味军旅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五月一个百花盛开 生机盎然的美丽季节 白衣天使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节日 国际护士节 这是全球护士界最隆重的节日 而这个节日又是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他就是近代护理学和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 护士节前期 我们走访了一位穿军装的女护士 重症监护士 一位生命体征平稳的病人突然再次面临生命危险 这时只见一名白大褂迅速地给病人上呼吸机插管 判断病情 并安排实施紧急抢救 病人因抢救及时而远离了死神的威胁 而这所有的一切从发生到结束 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 这位经常出现在重症监护士和医院急诊室的忙碌的白大褂 就是海军总医院的总护士长王文珍 在海军总医院工作三十年来 像刚才这样面对危在旦夕的病人实施紧急抢救 对王文珍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寒来暑往多少个日夜 经他抢救的病人早已经无法用数字计算了 而王文珍的病角也渐渐被岁月染成了银白 一分辛劳 一分收获 2009年王文珍荣获了南丁格尔奖 他也是中国海军成立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为纪念近代护理学和护理教育奠基人南丁格尔设立的 用以鼓励全世界范围内为人道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护理人员 是全球护理界的最高荣誉 南丁格尔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一般由各国国家元首直接颁发 举行了第四十二届南丁格尔奖章颁奖颁事 海军总医院护理部总护士长王文珍 特别特别激动 我们那个领奖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 我们六个人都特别激动 第一觉得 国家领导人这么关注我们护士 那个时候的荣誉感是作为一名护士 一名军队的护士的那种 特别觉得 哎呀 真的是很受别人重视和尊重 王文珍同志 是我们海军总医院 广大与无人的新建分子和基督代表 他三十年为日 仍然要护理工作 始终工作在临床护理一切 忠实在旅行了 军中白亿天使的神神指着 履行了南宁格尔的视野 诠释了人道 博爱奉献的阵地 从小王文珍就乖巧懂事 儿时的他 总是陪伴身体不好的母亲 上医院看病 因而对医生和护士 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又由于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 所以王文珍在他十六岁的时候 给自己的人称 做出了一次大胆的选择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的老师班主任 我是唐古军武中 我们班主任 一直就是让我读高中 说你的成绩那么好 你一定要读高中 然后我就觉得军装好 我就要考这个中专 我们这个护校是 海军总院护校是在文革后 第一次招生 当时就特别愿意当兵 倒不对 就这样 王文珍考上了他理想中的学校 受南丁格尔奉献精神的感染 在校学习期间 王文珍格外勤奋 他把南丁格尔当成自己心中的偶像 努力学习医学护理知识 就在他向着自己的目标开始迈进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却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王文珍考入海军护理学校一个月时 最疼爱他的父亲 由于突发性心脏病突然去世 父亲的离世给王文珍带来沉重的打击 当时他其实年龄也不大 48岁 而且正当年 就那天啊 也特别巧 他走到哪儿 哪不是 走到新建急诊科 说的 新建毒机坏了 然后让他到新建毒室做 新建毒室做出新建毒 打电话 我妈听到那工作人员打电话了 给医生 医生说的 我这还有病人 等我病人看完了再上去 就在那耽搁了一下 耽搁了就半个多小时 然后这个新建毒室的再次催他 他上来了 上来他先联系住院 打电话联系床位 联系完床位 然后我父亲等于将近一个小时了 大叫一声 就会心跳停了 父亲的突然去世 对于王文真一家来说 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母亲身体不好 而当时他们兄妹四人 还没有一个成家的 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的母亲常常念叨 要是当时急诊室的新电突击没有坏 要是当时的医生责任感再强一些 他们的父亲或许就有活下来的希望 我当时刚刚到护校一个月 我父亲去世的 在三年护校我都是经常哭 经常想家想爸爸 这种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我当时想我要做一个护士 我一定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护士 不让这种悲剧在别人的家庭中出面 因为那种痛苦太痛苦了 对家属来说 父亲的突然离去 让王文贞更坚定了自己现身医护事业的决心 他深深地感到 对于患者及其家属来说 一名医护人员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 更需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 毕业时很多同学都想进好一点的科室 王文贞却第一个报名选择了又脏又累的消化科 1986年 医院成立了急诊科急需护士 谁都知道 急诊不仅又脏又累 而且对护士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此时的王文贞再次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急诊科 可是第一天上班 他就感受到了急诊室的分量 上第一个夜班的时候 就是收了一个车祸的病人 头就基本上都面目全非 来了这之后 没有进行 没有任何的抢救价值 灰心跳全停了 然后他很年轻 40岁左右 他丈夫在门外哭 我也是眼泪汪汪的 那种场面 哎呀我就觉得我当不了急诊科护士 然后我们老师端了一盆水 拿了一个毛巾 给这个病人的脸身上血迹全都擦了 当时我就想了好久 好久 因为你做这工作 你要克服自己本身的这种性格本身的这种弱点 实际上要做这种性格的改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老师也一直关注我 我们俩就经常打班 一周之后打夜班就是我俩一块上 然后在他这种慢慢的带动下 一步一步的适应 大概也是有两年的时间就适应了 在急诊科病房工作的22年里 他抱过手还在绞肉钢筒里的孩子 清理过艾滋病病人身上的便积等等 而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王文珍都是一丝不苟 绝不敷衍 因为他始终把患者当作是自己的亲人 一天一位脊柱外伤至劫瘫的病人 被送来医院抢救 当时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而且这位患者有艾滋病病史 王总就是第一个冲上去 这个病人当时是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 有很多的呕吐物 王总顾不得感染的可能 就是紧急的帮病人吸痰吸痒 这个时候病人突然呕吐出了大量的 这个温内容物 污染了王总的这个工作服 还有他的手 他顾不得去清洗 就简单的擦拭了一下 就继续帮着病人做下一步的处理 他当时他是结痰 就是他不能自己控制大便 就便秘 然后就给他灌肠 如果灌肠效果不好 出不来 就要戴着手套给他抠一抠 只要病人来了 无论是多胆 再困难 该做的治疗 我们必须要上吧 不说是军人 就是说这职业 军人更应该了 那么这个职业就是救死扶伤 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 王文珍把每个病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每个病人都是需要爱的 是最需要医护人员帮助的 他用行动 践行着白衣天使的诺言 把温柔的爱细心地带给每一名患者 又是一个忙碌了一夜的清晨 伴随着走廊急速的车轮声 一个小姑娘被推进了急救室 一进抢救室 我一看那小姑娘 跟我女儿也差不多大 戴着个小黄帽 然后书包在旁边 去上学 上小学一年级是二年级一个小姑娘 非常重 孩子已经昏迷了 王文珍一看这个 和自己女儿年纪相仿的孩子 眼睛湿润了 她迅速组织对小姑娘 实施抢救 书液 吸氧 做CT 直到孩子被推进了手术室 疲惫至极的王文珍 才再次走进抢救室 做最后的清理 我第一眼进抢救室 就看见这孩子的辫子 这么长 黑黑粗粗的 我当时就拿起来了 真的 因为这孩子 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活 因为他的母亲 孩子八九岁了 他母亲也并不年轻了 我就把这个 我找了一张干净的纸 我把这辫子给他捡好了 包起来 然后就收拾别的 一会儿就看着一个 女同志来了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我说现在在手术室呢 我说这个辫子 那个是小孩 把头发理了 要做手术 他妈妈 就是真的 母亲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惦记着孩子 她连一个蟹子都没有 拿着东西 拿着孩子的书包 就不好了 这个真的是都可以理解 作为我们也不因为 别人不感谢你就不去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就需要你自己来调试 这就是你的职业 你就是在帮助别人 如果你自己心态调整好了 你帮助完别人 你会觉得心里很快乐 王文珍总说 护士都被称为白衣天使 天使就是因为有一颗爱的心 所以才美丽 天使是温柔的 穿着军装的白衣天使 也是坚强勇敢的 2003年3月11日 这是海军组医院 每一名医护人员 都清楚记得的日子 这天 医院接诊了一例非典病人 往日的平静 一夜之间打破了 病房改造 转移病人 准备药品 仿佛都得在一瞬间完成 在潘飞色变的日子里 许多人内心失去了平衡 恐惧胶着的情绪 仿佛到了废典 到底谁去当隔离病房的护士长 沉默中 一个坚定的声音 不管有多大的传染性 只要病人来了 我先上 就这样 王文珍成了海军总医院 最早和非典病人 隔离在病区的医护人员之一 他的心灵 再次经历了真正的淬炼 其实这些事情 其实有时候自己觉得 我当护长很多年了 我在部队很多年了 包括03年的时候 我已经41岁了 觉得自己挺成熟的了 什么都行了 其实不然 人 我觉得你没经历过大事 你不能说你成熟了 非典对人的那种锻炼和考验 是非常非常大的 抗击非典的日子里 王文珍在病房里 坚守了122个日日夜夜 而面对大的考验 王文珍总是义无反顾地 给自己要求 一定要站在第一线 2008年 汶川地震 他又一次挺身而出 活过自己手术后 一直恢复不好的身体 在灾区奋战70多天 在废墟上 在微楼中寻找性质者 成功解救了十多名伤员 并救护了无数的病人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那时候你会特别自豪 你觉得我是一名军人 我是一名护士 我真的是挺自豪的 第二就是对你这个职业 有了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 你这个职业能帮助别人 而帮助别人 你会得到尊重 你也从中得到很多的快乐 同时呢 第三点呢 就是觉得 哎呀 能活着真好 因为那么多生命 瞬间就消失了 要珍惜生活 要好好工作 要好好生活 正如王文珍自己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他爱自己的家人 爱他的朋友 爱他身边的小护士们 也包括住院的患者 他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温暖和柔爱 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王文珍有一个非常幸福温暖的家 正是他的温柔 使得他的家充满了温馨 在丈夫女儿眼里 王文珍是一个温柔的妻子 慈爱的妈妈 在家里面 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 他比小孩比较耐心 他把他的爱全部交给了小孩 真的 我女儿 我一直跟我女儿说 我说你 我说你最幸福的就是说 你妈对你太好了 他对我女儿从来没发过火 他对我也是 他在寄生室也是 他跟我说 他说他从来不逊 我说你从来不逊 我说他信了那么久会翻天 他不是的 他说你如果 他说好孩子 还有好护士 他说不是靠训出来的 是靠表扬出来的 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丈夫为了支持她的工作 退休后 做起了闲内住 先已担任总护士长的王文珍 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带出更多 更优秀的护士来 他把对家人的那份温柔和爱护 同样用在碗里上 他相信爱可以融化一切 我在这个岗位上 我会很尽力地培养这个年轻护士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培养一个是一个 因为对他们的培养 影响着他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态度 如果是他们很能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好了 那么他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也很享受自己的家庭 他会很幸福 99年一毕业 然后来到了急诊科 当时我还没有18岁 护士长领着我进入科室以后 告诉我从一个学生到一个护士 这个转变 你要从思想上有一个转变 或对为人处事 如何和你的老师相处 如何和同事相处 跟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 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 加上到急诊科的夜班特别多 所以出现过迟到的现象 当时特别紧张 特别害怕 急匆匆地跑到科室来 赶紧换好工作服上班 护士长并没有批评我 而且特别和蔼地对我说 陈师是不是没有吃饭 那你赶紧去吃一点 我先替你一会 当时我特别内疚 他用这种方式非常宽容 现在我到了耳鼻欧科当护长 这段时间 11年的护理生涯中 他也是给了我不断的帮助 但是当我当护长的时候 他又告诉我 你一定一定要善待你的护士 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定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心 告诉他哪错了 告诉他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情 在工作这方面来讲 质量要求方面 这是不可以讲价钱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任务必须完成 但是在方式方法上 是有许多的方法可采用的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比较欣赏 能够心平气和的 我们大家来把这个工作做好 就是跟护士们在一起 通过这种温和的方式 来督促大家 来达到我们的质量标准 2010年8月 王门珍即将出发 和他的战友参加海军亚丁湾 护航医疗保障任务 为了完成好这次护航官兵的 护理保障工作 已经年近50的他 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这也是首次 我们去执行这个长航的任务 那么我们王门珍总护长 也是积极要求 去执行这个光荣而建筑的任务 王门珍总护长 各方面综合能力和素质都具备 所以我想应该派他去护航 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一个任务 也志愿他工作顺利 那么身心健康 也能够出事的完成好 这一次的远航护航任务 有一种爱是无私的 有一种爱是伟大的 还有一种爱是平凡却高贵的 那就是白衣天使对患者的圣洁的爱 王门珍在他的工作中 不断地付出着 收获着 辛苦着 快乐着 繁花盛开的春天里 人们总会赞美花儿的美丽 其实鲜花正是因为有了绿叶的衬托 才显得更加娇艳 如果把医院比作生命之术 护士们就是枝头上那一片片小小的绿叶 让我们怀着对这一片片绿叶深深的敬意 为他们这些爱的使者 送上我们真诚的祝福 愿他们平安 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和平年代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这是祖国东部海防线上 一座美丽的海岛 远离大陆交通不便 二十二名边防官兵 来自于五湖四海 却用同一种方言 把驻地当故乡 他们如何恪守 幸军为民的承诺 用心灵守望这座海岛 和平年代 橘山岛的毕业证 下期为你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